大家好,我是宇哥,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天色越来越晚 小明跑了一会儿之后天已经擦黑了 这时他正好经过一个小树林 无意中看到路边立着一个稻草人 他感觉很奇怪 这又不是庄稼地,咋会有这玩意儿呢 但他也没多想,毕竟和自己没啥关系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长途奔袭后终于到家了 可被小明累坏了 由于他是光着脚回来的 老妈让他先去洗压压 还说今天晚上做他最爱吃的咖喱饭 老妈刚想下厨去发现火柴不见了 其实是小明拿的 可他怕挨骂,只好骗老妈说自己也不知道 这时无意中转身 哎,刚才看到的那个稻草人居然跟过来了 小明有点疑惑,但也没多想 看了看老妈,可再回头的时候 我发现稻草人又近了 莫非眼睛花了 容有眼睛的功夫,他已经快到跟前了 这下可给小明吓坏了 赶紧大声叫老妈 可老妈就跟没听见一样 还在捣着火柴 这次再看,差点把他魂吓没了 稻草人已经到他身边了 小明赶紧往屋里跑 这时稻草人居然动了 一把吼着他的胳膊死劲往外振 小明一边抓着门板死劲抗争 一边大叫着妈妈 老妈进卧室去了 兴许是没听到,也没搭理他 稻草人这边却越拉越用力 眼看就要支撑不住了 可老妈依然不出来 门板是拉不住了 赶紧扒着门框继续抗争 这时老妈终于从礼物出来了 妈妈,快救我 妈妈 可不管小明声叫的多大 老妈仍然和没听见一样 不可能这么近距离都听不见吧 然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恐怖的是 这时老妈嘴中念叨着 怎么感觉这么冷啊 然后走过来关一下把门拉上了 哎 妈妈 我的手在这呢 疼死了 可老妈就和没看见一样 以为哪卡住了死劲的用力关门 小明的手腕被夹得生疼 终于最后忍受不了松手了 他竟然被稻草人抱走了 小明吓得哇哇大哭 有种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的感觉 眼看着稻草人抱着他越走越远 向密林深处划去 小明望着那黑漆漆的林子 心里不住的发毛 小兔有规律 有节奏的摆动着 在这紧要关头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 自己兜里有火柴呀 于是他掏呀掏 掏呀掏 最后总算把那盒救命的火柴取了出来 小手颤颤歪歪的拿出了一根 打着后直接捅到稻草人脸上 这货可能也知道疼 把小明重重的摔到了地上 再看马杆的脸 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了 让你啊欺负小孩 这下毁容了吧 小明拼命往家跑 稻草人身上燃起了熊熊烈火 小明再次回头看时 他已经变成了盗火人 再也立不住倒在了地面上 估计这稻草人被什么附身了吧 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 但那时老妈用门板碾压的伤痕 现在还留在小明手腕上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推送的最新视频了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 请订阅关注获取第一时间更新